好 冰雕展进入倒数两个礼拜 战场的工作人员忍受零下8度C以下的低温 没日没夜的赶工 不但40公尺长的大型滑雪道已经完成 还有世界各地的建筑 也都利用冰雕跟灯光来展现冰雪世界风情 中天新闻带您抢先看 不用千里迢迢就能一览北国冰雪世界风情 冰雕展进入倒数带您抢先看 在零下8度的环境下 工人们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冰雕工程 就在零下8度C的展场里 工作人员忙着用电锯将巨型冰块雕出雏形 用铲子做修饰 还有大型的报冰机具将多出来的碎冰 爆出一车又一车的细白雪花 在里面身体都会冒烟啊 因为身体太热了 在流汗 羽绒背心 像这件反弯带衣 好像没有穿很多 只有三件而已 但是因为在里面我们会冻的话会流汗 冰天雪地里工作人员保暖 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不怕冷 就为了打造着一个个雪地里的世界奇迹 从印度北方的太基马哈林 到柬埔寨的吴格窟或是埃及金字塔 世界各地古籍建筑通通一览无遗 还有这大人小孩都会忍不住 今生尖叫的40公尺滑雪道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冰滑梯就像真的溜滑梯一样哦 中天新闻独家带你来试试看 它到底好不好玩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